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罗书前几期的视频大家看了吗 有没有跟罗书好到羊毛 那么这一期罗书将为大家介绍免费的甲骨文云 人工智能的认证证书的获取 罗书已经拿到了 罗书觉得新年一始能够获取一张证书 也是对新年的一个很好的交代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么如果想获得这张证书的小伙伴 请跟着罗书的视频继续往下看 大家好 注册这个考试只需要一个邮箱就行了 所以大家把这个罗书提供的地址粘贴进来 网址粘贴进来 记住啊 这是60分钟考试免费的啊 等一下开始考试啊 注册了啊 好 首先要注册一个甲骨文的账号 这个账号是一个甲骨文账号 有这个账号其实也可以登录甲骨文云 都是可以的啊 大家之前申请过甲骨文云的账号 不一定是甲骨文账号 这个两个有区别的 好 我们填上你的真实的姓名的拼音啊 到时候会出证书的 有些单位呢 对证书比较讲究 HR人士会看 所以讲呢 最好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万一你们的公司有什么KPI的考核啊 或者什么证书的考核 这张证书也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挺快的 这个证书其实就只需要几分钟 在罗书提供这个相关的材料之后 就可以通过罗书的材料来查询呗 好 现在填入邮箱来注册啊 注册好 在邮箱里会有个链接 我们把这个链接粘贴到浏览器里面去 对讲创建成功了啊 你首先要有一个甲骨文章 好 我们再来找这个考试 考试在哪呢 我们在搜索栏上面打入AI啊 好 我们看到第一个 Become a OCI AI Foundations Associate 2023 对吧 它有一个certification 其实这是有三课要学的 最后一个是考试 get start 但是罗书之前都已经学过了啊 现在这个演示是直接来考试 60分钟嘛 30道题目 好 我们现在要激活 让你激活开始这个学习啊 点一下激活账号 激活账号之后呢 右边就actions下面就有begin exam 就可以考试了啊 之前已经 另外的账户看过这个视频了 好 点击 左下角的click her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 其实大家挺喜欢甲骨文云的啊 因为可以免费薅他的羊毛是吧 但忽略甲骨文云还有考试的 好 等一下start test就可以考试了啊 这里的题目并不是很难吧 基本上看过的视频 看个两三遍都可以考得出版了 罗书这边反正就直接快速的跟大家走一个流程 它这个右边右上角有一个mark for review 罗书经常喜欢考试 这个就是这样你做过的题目呢 你如果是不确定的 你就给它mark一下 最后还有一个检查的阶段 你把这些做错的或者是很难判断的 你给它重新回顾一下 最后再提交试卷 这个考试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开卷考试吧 也不是VUE的考试 基本上比较正规的都是VUE的考试 微软呀思科都是在VUE上面考 所以你就根据这个之后罗书会把整个的考试的 这个题目的答案都整理出来 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这个树栏中 大家可以根据罗书的这个答案 然后自行查找吧 所以我感觉这个考试讲起来是30题 那其实还是挺快的啊 这个GPU对吧 P200嘛 都很熟的了NVIDIA的 都是不是太难啊 什么通过GPU对吧 AI都通过GPU来运算 这并不是很难 所以讲基本上没学过甲骨文云的课程的猜 猜也能猜对一半了 好 大家反正可以参照罗书的这个答案吧 总结出的答案大家来自行的来填一下 比较简单的 因为现在什么都比较绝 那多一张证书一阵傍身呢 总比没证书好 那2024年肯定是一个人工智能 开始起步的飙升的一年 所以我们多一张人工智能的证书 那你找工作也好 写简历也好 这个还是能够有一点分数可以加的 最流行什么AIGC 可以讲你去面试呀 找工作呀 或者相应的一些场景吧 说你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证书 而且甲骨文在业内也是比较有名的 虽然甲骨文云含 像排到了第五位 但是甲骨文的数据库 对吧 这个都是比较有名的 所以大家就这样一步步做下来 总共是30道题啊 好 做完之后点一下这个Summary 就是捷 点一下Summary就看一下 我们之前哪一些Mark过的标注过的 我讲这题 拼 Tank Tank Landing 这些地方 模型 Largy Language Models 不是太熟了 查一下 查过了之后就把它去掉 大家参加过 认证考试的就很熟了 一些没有参加过的就熟悉一下吧 这么卷 只能靠正来拼啊 碎砖也行啊 至少这还是一块人工智能的小砖 检查最后一题 没什么错误啊 点Finish Test 好 再点Submit 93.3分 60分及格 然后就把这页就关掉了 其实呢 邮箱会同步的啊 很多信息你邮箱会收到 比如说你参加了考试 考试过后要等30分钟才能出成绩 所以讲我们在我们的account里边 我们要来里边来查一下我们的 achievements里边 找一下完成的一些考试呀 一些东西 看看它到底分数和证书什么时候出来 这个manage certifications 看一下 大概是等了半个多小时 你看它讲呢 Check back in 30 minutes 你要等半个小时的 烧鞍物躁啊 一切都是烧鞍物躁 机也没用 半个小时之后 其实你的邮箱会发出一封邮件 它会跟你讲啊 你的证书已经出来了 包括你在你各大这个社交平台上的 可以分享的徽标 徽章 都有了 不断刷新啊 小心这个页面 其实你的邮箱会提醒你 它会有邮件 发过来 30分钟之后 好有了啊 action了 证书 证书在哪里 证书在左手边 share contentious 写你出来 这是罗书之前打印的啊 按靠啊 按靠罗 所以你要用你的真名啊 最后你的邮箱里面 也会收到这个步骤的 就叫你怎么样 下载你的证书 啊 啊